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怜蓝猫我开始还天真的以为联想备足了存货 现在看来联想也只是画了个饼让大家冲击而已 有网友爆出了疑似魅族Pro7的预热海报 根据海报图上设计草图显示 该机依然采用弧形天线 最醒目的莫过于后置双摄下方的背面显示屏 这块显示屏似乎可以显示时间和信息 懒猫相信 背面屏可以让魅族摆脱千金一面的尴尬 只是这变丑的外观怎么破呢 国外极客曝光了谷歌Pixel 2的详细参数 两个型号均搭载骁龙835处理器 大屏的Tayman采用5.99寸1440P的OLED显示屏 4G加128G内存组合 小屏的Valley采用4.97寸1080P显示屏 4G加64G内存组合 拥有前置立体声扬声器 在现在这个旗舰都像双疤靠拢的时代 谷歌这两个亲儿子是不是有点低能呢 据外媒报道 三星新一代三房机Galaxy X Cover 4在加拿大开售 该机支持IP68防水防尘 美国军用三房标准 可以在各种严苛环境下稳定运行 售价300加元约合1550元人民币 只是这近乎百元机的配置准旗舰的价格 注定这款机型只是一款小众机型 有外媒报道称 三星Galaxy Note 8将采用6.3寸全面屏 后置双1200万像素摄像头 指纹识别将放在背部 S Pen也将回归并会扩展更多的功能 变大的屏幕与后置指纹识别 懒猫只希望 这次三星给指纹识别跳个好地方 要不然手小的我会哭晕在厕所 接下来用拉风 咱们明天见咯